大家好 今天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 继续有我周天卫和大家讲讲 今天的时事热话 今天最热门的话题 必然是明天进行第二轮区议员宣誓 之前计港岛区之后 明天就轮到九龙区 再和大家重温一下 上一次港岛区宣誓的结果 总共有24名区议员 当中有17名区议员 顺利过关成功宣誓 剩下有7名涉及初选的黄毒分子 需要他们补交资料之后 亦全部被DQ 了 大家觉得有些手松 亦都看得到 其实这条红线已经似乎 设定在初选这个位置上 只要涉及初选 无论是参选或借出场地 一律无情讲 看看明天 明天 九龙区宣誓的区议员当中 起码有26人涉及初选 包括参选 借出场地作票站等 看回港岛区的标准 相信都似乎没有得留下 我们就在想 之前那几集都有说过 其实有两个大热门的民主党老牌议员 陶锦生和邝俊宇 亦都有无党派的刘伟聪 沙田区的李志宏 路德明 石威廉等等 他们就有参与过35家 至于借出场地作票站的民主党副主席梁奕廷 亦都应该走不掉 其实陶锦生很明显就是 涉完初选案保释之后 一直都有些潜水 偶然又伸个头出来 又吐一吐气 又说低调 不想被人查 不过你做过什么 就是做过什么 是不是要DQ 即是明天 大家就会知道 买了豪宅要供楼的邝俊宇 当然是积极要转做KOL 赚钱供楼 大鱼就预了被DQ 就要赚后着 正常的 鱼猫虾仔 但一样都是花样百出 宣誓杀到 那些黄区议员就人人自危 当然是心方方下 当然搞出很多小动作 似乎就是死前 乱咬人一口也好 大家应该都很记得 这个区议员 他就曾经在他的办事处门口贴出 蓝丝与狗不得内进的告示 他就是深水埗区议员李文浩 他前晚突然在他的Facebook上面宣布 他就说长沙环社区发展力量 就无限期停运 还说会继续炮轰不移政权 与暴政斗争到底 我就不知你怎样报证 你做了区议员 什么叫做贴章 那时候你刚刚成功当选 大家都记得贴一些告示出来 什么蓝丝与狗不得内进 你这些思维的人 有这样的收场是正常的 另外一个地区组织 就是在2014年成立的 慈云山建设力量 亦在昨天发声明 宣布解散 这个组织有两个区议员 较早前在7月已经辞职了 有量出的时候 就说帮客地区做多些东西 但你说没有了良知的情况下 那就是立即要宣布不玩 那是不是很现实呢 那当然是现实 自己说到自己多伟大 但你想想 其实他们都是到7月 今年7月 两个多月前他们辞职 没有量出而已 两个月后 他们就已经说要解散地区组织了 你想想 多少建制派 多少建制派 之前做了十多年 又甚至去到几年几任的区议员 在今届失去了议席之后 他们又是依然继续服务社区 大家都是看到他们的踪影 你不记得了吗 有些当区的黄区议员 竟然搞不了帮不了区 叫他们找回建制以前的区议员吗 大家有这样的例子都不是没有见过 其实哪些地区的区议员 或者是地区人士 是真心为市民出力 我相信 各区的市民 真是盲的都看得到 这个DQ潮 除了黄独有之外 对全港的市民都是一件好事 就好像林郑特首说 季2019年区议会选举出了问题 等处理好这些问题 地区工作才可以重回正轨 撥乱反正 我相信也没有人不认同 所以才有之前的港岛区宣誓 跟着到明天的九龙区宣誓 看看DQ多少人 未来10月1日是中国国庆 但有反中乱港的分子 希望借台湾来搞分化 将十一称为党庆 反为10月10日的双十节做国庆 摆明是宣扬台独的意识 分裂国家 也违反一中原则 所以昨天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在《星岛日报》刊出了一篇专访 当中邓炳强作出警告 他说根据中国的宪法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在未来的双十节 市民切勿意图做出一些 台湾从中国分裂出来的行为 或者鼓励甚至煽动其他人去做这些行为 军围严重的罪行 大家都会知道 以往的双十节 都有些亲台人士在香港举行慶祝活动 如果有人高举 清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违法呢 邓局长就说 如果按个别实际的情况去处理 看对方是不是传有意图 不是单单从一枝旗去做判断的 他就说要看旗上面 有没有写上一些字 写些什么字 附近有些什么人去做些什么 或者说些什么 要看他们的行为 是不是令到群众 会有些什么反应 如果发现违法的行为 当局一定会严正执法 邓局长也继续指 他说任何人有意 去意图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是严重的罪行 他说你首先要问清楚自己 你是否有这个意图 如果没有这个意图 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日去庆祝这个日子 说到也很白 总之也是那句 大家身为一个中国人 维护一中的原则 爱国爱港是必然的事 港独台独都是要不得的 今天的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